大家好,我是想去做和尚,本科没有上,方丈偏不让,只能回家讲电影的林哥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部温情治愈系电影《海豚的故事》 影片开始,沙滩上,一只海豚物中捕蟹龙,尾其被夹,严重受伤 小明看到,上前轻轻抚摸海豚,安抚他受伤的心灵 旁边一老人叫住小明一起报警 很快救援队前来,将受伤的海豚送到海洋医院 心系受伤海豚的小明上课的时候完全不在状态 一下刻,他马上赶往海洋医院 在那里小明大开眼界,看到很多稀奇的海洋生物 还见到救援队的女孩小红 小红一眼认出小明是海滩报警的人 得到肯定答复后,小红带小明去看望海豚 但小红的爸爸却不喜欢陌生人进入,小明只能匆匆离去 此时对海豚的情感已经在小明心中生根发芽 一回到家,他立马打开电脑搜索了关于海豚的知识 隔天一放学,小明再一次来到海洋医院 海豚正在接受治疗,看来情况不妙 海豚的尾席似乎已经坏死 这时,小红的爸爸发现小明的存在 同意小明近距离切除海豚 而海豚对着救命小恩人很有好感 当小明又一次来到海洋医院时 看到小红正缩在墙角哭泣 原来,海豚的尾部已经全部坏死 只能手术切除 可海豚游动必须依靠尾席 切除后海豚还怎么活呢 两孩子为海豚担忧难过 也因为海豚结交友情 手术后的海豚不愿吃饭,谁为都不给面子 小红的爸爸试着让小明尾竟然成功了 看着海豚吸食的模样 大家都觉得相当神奇羡慕 小明回家后被妈妈逮到责骂 因为她多次补习班缺客 小明只好领着妈妈去海洋医院 看受伤的海豚 得知儿子缺客原因 听她讲关于海豚的知识 明妈很开心 她认为儿子因为海豚 暑假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这远比补习班更能学到知识 明妈看着友善热情的小明 深感欣慰 另一边 在小明的陪伴下 海豚状态慢慢转好 虽然没了尾棋 还是努力的尝试在水中游动 小明将家里的玩具都带来和海豚玩 在这里 她觉得无比快乐 陪着海豚在水中玩耍 直到一天 家里接到一个坏消息 小明参军的哥哥腿部受伤 明妈和小明赶到医院 狮卓哥坐在轮椅 避而不见 狮卓哥一脸颓废 因为他的右腿已经不能动弹 小明虽然很生气 还是决定和狮卓哥好好沟通 小明还请求哥哥的主治医生去见海豚 看看能否帮助海豚做一个假制 经过多次实验 以人造伪奇诞生 但是海豚装上后很不舒服 一直在挣扎 无奈结果以失败告终 不久 一场暴风雨降临 将海洋医院刮成战场 小明整理时 抬头看到狮卓哥站在眼前前来帮忙 狮卓哥见到受伤的海豚 两者同病相连 心心相依 只是经过这一遭暴风雨之乱 整个海洋医院系统瘫痪 如果要修复 并将海洋医院全部出售 而残疾的海豚竟找不到一家水族馆 愿意收留他 小明看着海豚左思右想 终于找到一个募捐的好办法 经过多方努力 电视台报道此事 还特意设立了一个海豚之家的网站 同时 小明发现海豚拒绝人造伪奇 是因为果不粗糙 让他感觉不舒服 经过一番改良 果然海豚接受并适应人造伪奇 看着海豚在水里自由游动 大家都为他开心 在募捐典礼当天 体现失足哥发表演讲 迎来观众热情掌声 随后是游泳比赛环节 第一棒失足哥顺利游完全成伤爱 第二棒小海豚 他快速的游走 让在场的观众激情澎湃 深受鼓舞 因为得到募捐 海洋医院得以继续营业 而小海豚也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看完电影小编深受鼓舞 海豚明明靠脸吃饭 靠油卖萌 遭遇不可测试 尚且可以坚强求生 更何况我们自称高级动物的智人 虽然这部电影没有任何说教 但相信 不管大人还是小孩 都能从海豚身上看到感动的点 并且自我成长 假如你这小民陪伴海豚拒绝补习 你觉得你的妈妈会像明妈一样放你飞 还是怒斥你憋着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学习最重要 快点给我去补习班 好了 今天的分析 请不吝点赞